大家好,日本准备向海洋排放核污染的废水 13号早晨的时候,日本政府召开了相关内阁会议 正式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 含有对海洋环境有害的核废水 现在显示从排放之起,日本核污染的水 57天将污染只半个太平洋 日本共同社也报道,日本政府周二决定将受损福岛第一核电站积水处理后的放射性污水排入大海 此前日本政府评估,积水不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但当地的渔民相关的邻国对此表示担忧 日本首相检议委周二早间会见了内阁成员 并正式做出日益决定 日本媒体分析,日本政府决定排除核污水 原因或许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存储核污水的存储罐 这个容量即将达到上限 日本政府此前能多次表示 解决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不断增加的核污水仪式 已经不能推迟 那么检议委周一表示 解决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不断增加的核污水仪式 是不能推迟的课题 大家知道日本政府也有他自己考虑啊 如果再不能解决核污水这个存储的问题 那后面日本那个核污水将越来越多 而且是污染到日本本土的环节 你记住这个污水现在在哪存储着 在陆地上 日本的陆地上 如果这些污水没办法处理掉 出现泄漏 那这些土地将被核污染 土地将被核污染 那这个核污染呢 大家知道那土地一旦被核污染 那就是上千年不能使用 日本的领土就算这块土地属于日本的 但是它污染变成禁区 那日本的领土实际上缩小了 所以日本政府也有他考虑啊 所以你得理解啊 日本政府并不是说一味的啊 就是要排入大海 那他的想法呢 我觉得他认为呢 陆地要比海洋 海洋上更加啊 更加危险 这些水存储在陆地上 日本政府就这么考虑 那大家知道2011年3月11号 日本东部啊 东北部的海域发生李氏9.0级的地震 引发海啸 受地震海啸 双重影响的东京电力公司运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 发生了严重核泄漏事故 其中1-3号机组啊 这个堆芯融毁 放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 这个级别和这个苏联那个切尔诺贝利啊 乌克兰那个切尔诺贝利是一个级别的啊 已经过去10年了 现在这污水处理没有得到解决 日本媒体此前曾分析啊 日本政府此举呢 势必引起日本渔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对 4月7号的时候 日本全国渔业工会联合会会长 叫暗红啊 他表示呢 他依然坚决反对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的计划 那4月11号浮岛建民众自发举行了集会 反对将核污水排入大海 互联网视频上也显示啊 来自浮岛各地的民众也举着地球在哭泣等标语 反对这一决定 日本的核污水排入大海影响呢 将是非常广泛的 特别是浮岛周边水域 之后的污水还会污染整个东北部的海域 因为来自德国的海洋学研究机构啊 计算机的结果显示呢 排放之期57天内 放射性物质就会扩散到太平洋的大半区域 三年后美国加拿大也将遭受核污染影响 现在住在美国加州的 住在加拿大这个西海岸的啊 太平洋沿岸的 未来这美国啊 加州的那海我带你去过吧 我在美国的时候还在那海边看看那海浪 太平洋的海浪 以后啊 那个水三年以后 三年以后啊 就可能又带污染的了 多少的问题啊 你不能说是污染达到那种非常严重的 但是一定是有污染的 这种核废料的污染 三年以后会到达你们那儿 洛杉矶附近 整个美国西海岸 加拿大的西岸啊 那俄罗斯 俄罗斯方面呢 其实对这事也很关注啊 俄罗斯的科学院远东分院太平洋海洋研究所的实验室 首席科学员 生物学博士 叫弗拉基米尔 拉科夫 他表示呢 浮到第一核电站内的水 即使经过仔细清洗 如果被排到海中 仍有可能导致放射性同位素 留存在包括鱼类等海洋生物体内 寄而在人体内积累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首先动物会受到这个核污染 这个水源的感染 身体会或者出现变异 或者出现一些咱们不为真知的 被放射性污染的迹象 他可能直接死亡 被其他鱼类吃掉 或者他的后代继续在这污染的水域 那么人类如果捕到这种鱼类 也吃入体内 鱼吃入体内 那人类间接在体内 也会沉积这种放射性物质 那未来对人体有什么危害 特别是这个俄罗斯啊 他在远东地区 库越岛附近 他也有大量的鱼群 也有这个捕鱼业 会不会影响到俄罗斯 俄罗斯也很注重这个事 周一的时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 赵立坚表示呢 福岛核电站事故的 迄今为止是全球发生 最为严重的核心事故之一 事故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 对海洋环境 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 已经产生深远影响 妥善处置浮导核电站 废水问题 关系到国际 公共利益 和周边国家切身利益 理应慎重 妥善把握 确保在各有官方 共同参与下 有效避免对海洋环境 食品安全和人类 健康带来一步进步损害 那么今天早晨啊 也就是周二啊 这个中国方面呢 针对日本政府正式宣布 决定向大海排放核污水 中国方面表示严重关切 那么13号也就是周二啊 今天日本排放这个核污水一事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发表了谈话 他说作为日本近邻和利益攸关方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外交部指出呢 日方在为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 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 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 单方面决定以排排海方式处置浮导核电站事物 核废水这种做法极其不负责任 将严重损害国际公共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益 外交部称强烈敦促日方认清自身责任 并持科学态度 履行国际义务 对国际社会周边国家 以及本国国民的严重关切 做出应有回应 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 在同各利益攸关国家和国际原则机构充分协商 达成一致前 不得擅自启动排海 中国方面警告日本了 你不能擅自排 你这排会影响到中国的 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并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那么韩国方面也做出回应了 因为韩国也是日本的近邻 韩国应该比中国先遭到核污染的冲击 我只能说是冲击了 这种核废水的冲击 韩国很多捕鱼业其实也是围绕着整个日本近海附近 也有捕鱼业 韩联社表示由31个韩国公民团体组成的脱河市民行动 13号发表声明 谴责日本政府擅自决定向大海排放 核电站废水 并将日本政府决定 界定为核恐怖活动 你看韩国更激动 你这是搞核恐怖活动 这不亚于在这个哪 韩国附近搞一个小型的核爆 朝鲜有核爆 你说完了 日本又搞一个核污染 这韩国被什么核包围了 韩国称将谋求一切手段阻止核污水入海 韩国更激动 中国是警告他 你先不要动 韩国说了 我将阻止你 人家韩国是有行动的 这我就很 我很难理解了 你怎么行动呢 那地方都污染了 核污染 韩国军舰开出去 韩国反核团体带着防辐射衣服 你敢往里放水 我跟你拼了 怎么防呢 这个就后面咱们再看 现在这个日本 现在这个事 我觉得全世界关注了 特别周边国家 俄罗斯 俄罗斯其实也有反应的 那托河市民行动表示 日本政府称 将用海水稀释污水后排放 尽管如此 入海的放射性物质总量不变 这会给海洋生态系统 乃至人类带来不可挽救的灾难 报道提到 首尔青年气候行动等团体 当天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召开记者会 严厉谴责日本不够于民级 邻国反对 以让人无法理解的方式 强行排放污水 那美国呢 这个态度也出来了 美国 美国国务院声称支持日本政府的决定 并表示呢 该做法符合全球公认的核安全标准 你看这个美国和其他周边国家就不一样 美国支持 因为美国可能是有自己的想法 咱先读一下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美国务院说 日本政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合作 以采取措施管理 2011年3月浮到低核电站 核实过后果 包括辐射监测 修复 废物管理和退役 日本政府宣布了 关于处理核污水 处理设备 多核素 去除设备 ALPS处理水的基本政策决定 将处理后的水排入大海 声明指出 美国注意到 日本政府研究了与福岛低核电站现场 储存的处理水管理相关的集中方案 在这种独特和具有挑战性的局势中 日本权衡了各种选择和影响 对其决定保持透明 并似乎采取了一种符合全球接受的和安全标准的办法 我们期待日本政府继续协调和沟通 监测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可以看美国方面的对日本呢 是表示支持的 那这个事儿 我谈谈我的看法啊 首先第一点啊 如果日本排了 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这些城市的居民吧 尽量呢 我觉得海产品这东西啊 海产品这东西啊 我觉得就得注意了 也不是不让你吃 你吃的时候就得注意了 因为这东西 首先污染的是整个西太平洋 你包括看我经历是台湾人啊 你台湾的海产品不是太平洋打上来的吗 都会到都会受到污染 甚至包括南海的一些渔民啊 凡是中国沿海地区的这些鱼类产品 也都有可能 有什么放射性物质沉积 这种东西什么意思 我直接告诉不懂的老百姓啊 那致癌 致癌知道危险性了吗 致癌 有些人为什么得癌症啊 就是他体内沉积了一些致癌物质 那未来呢 几十年咱会看 会不会沿海地区的居民 癌症啊 这个发病率提高 对的 反正我现在是不打算再吃这种海产品 海里来的了 要养殖的在这个 海域养殖的也不可能吃了 因为这种东西致癌 谁知道几十年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 谁的癌症死亡了 是不是与这个吃的海产品有关呢 没人知道 你只能看癌症爆发率是不是增长 这几十年以后才知道 所以我是不希望当这个小白鼠 我肯定是不会吃 什么鱼肝啊 这些东西肯定是不会了 为什么美国在这个事表态啊 我今天我把这个事给大家讲明白 你看美国的态度 其实三年以后也会污染到美国沿海 但是美国为什么 他觉得没事 他支持日本 这就是很简单 通过这件事可以什么 把东北亚地区刚刚签署的RCEP 中国韩国日本东亚三国 再加上东南亚RCEP 这个非常好的东北亚的这个 哎呀合作态势给他搅乱 他知道中国和美国在进行博弈 你要有这个底层逻辑 然后你看很多事 你会发现美国的态度 他做的很多事情 他是围绕着这个 跟中国博弈来做的 那你看中国 是不是 美国的竞争对手 那中国和日本韩国东南亚 搞一个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那美国能搞清楚 那美国要在这里面挑一些事情 那个日本呢 他跟中国之间有这个福岛的核电站 这个矛盾放废水的矛盾 那这个事情会激化 计划以后 这个国家之间合作 可能会减弱 那对美国来说 是不是有利 对北美自由贸易区 成为世界上唯一的 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是不是有利 政治就是这样 谁跟我关系好 谁跟我关系不好 玩政治就这 那你看这个地缘政治就出来了 美国为什么支持日本 那三年以后的事呢 三年以后到我那 三年以后 而且是稀释掉了 很多东西被稀释掉了 但是现在来看 中国韩国沿海周边这个渔业 可能影响更大 日本呢 这个排放入海啊 我觉得背后美国一定发挥了很大作用 美国 我告诉你 日本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 日本是绝对不敢这么做的 你可以看到了 之前很多人说把日本当成朋友 是啊 很好 日本啊 日本人很好 我也喜欢日本 但是 日本是没有自主能力的国家 他现在就像当年的这个半殖民地国家 他原来可是亚洲唯一一个发达国家 甚至有殖民地的亚洲国家 日本啊 但日本因为二战战败被美国占领 日本成为了什么 他眼中之前看不起那个半殖民地国家 日本现在就是半殖民地 受美国控制 所以他的主人就是美国 美国只要让他排放 他就必须排放 所以你看到美国的阴险了吧 美国才是背后的主谋啊 中美现在这个较量你可以看 甚至美国不需要放射原子弹 用原子弹来污染你 用日本的核污染的飞水啊 把你中国整个地区给你污染了 你不合作吗 合作的时候在你们一起餐桌上 倒点什么废水 倒点什么粪便 恶心恶心你们 你这桌还能坐到一起吗 你们在一起 在污染的环境里面坐到一起 合作 合什么坐呀 打吧 哦 你们打起来了 是不是 我美国还是老打 你们打起来了 你看是美国想的多简单 一个核污染的飞水 整个东北亚地缘环境里变了 该合作还是得合作 但是这个心啊 心态 你看见没有 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的 就对日本有什么 有怨言了 日本呢 也没有办法 美军在那呢 你记住啊麦卡瑟在日本的时候 日本天荒 每天早上向麦卡瑟报到啊 那不就是战犯一样 就是半殖民地啊 现在也一样 简易伟很快要去美国了 大家知道政治这东西 我为什么说呢 你国家得有独立性 老观众知道 我一直强调独立性 你这个日本 如果你有独立性 我们愿意跟你交往 跟你交往以后呢 你根据自己的利益 我能判断你下一步行为 现在很难了 你看他受美国控制 中国跟他交往再好 再交心 利益给他再大 他最后还要听美国的话 那我还不如跟直接跟美国交往 跟你费什么劲呢 这就是政治上 不能跟日本有互信的一个原因 政治上这东西和经济上是两回事 有一些政治小白啊 天天跟你讲这个讲那个 什么大东亚 大东亚什么的 没有意义那个东西 政治上本来就不互信 那你根本不互信的东西 你谈不到一起去 你听懂了吧 经济上可以往来 互同有无 但政治上不互信的话 是合不到一起的 欧盟呢 人家能逐渐的政治上互信 互相之间呢 也没有互相之间的这种博弈 政治上博弈 也不会听美国的 欧盟之间互相之间 也有他自己独立性 特别像法国 那中国愿意和这种独立性国家交往 日本不一样 日本是不一样的 日本是完全听命于美国的 所以这个就是东北亚现在情况的复杂性 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是走自己的路吧 特别韩国 人家韩国会冲到第一线 韩国也绝对会阻止他的 咱们给韩国人加油 然后我会 真的我要看韩国人 我现在我甚至都可以给韩国那个团体捐点钱 上啊 是吧 你不能排啊 在这点我得给韩国人鼓励一下 是吧 你们韩国人千万别能排进去 中国政府也会通知日本政府 这个行为 也是会有损于整个东北亚地区 他现在还没排 但日本决定了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可能会引起 引起外交或者是 这种紧张局势啊 我觉得这个事如果要做的话 日本 东北亚整个地缘政治可能都会变 特别在民间啊 这种情况 你想中国整个沿海地区那些海产品 经济都会受到打击啊 民间对日本的态度也不会好 这就是美国希望 你们东亚人是吧 黄种人互相逗来逗去 所以我说这个也就看清楚了 日本呢 就是半殖民地 啊 其实背后的逻辑啊 其实还是啊 海洋文明敲击大陆文明 一块一块的让你敲击啊 敲了以后让你不能合并到一起 不能团结 你看到了 就是这个逻辑 我觉得中国呢会有自己的态度啊 另外呢也会监测进行核监测 但是怎么监测 就算它是正常的啊 安全的 我呢也也会有怀疑的 因为这种东西啊 你很难说啊 我告诉大家 我从俄罗斯方面得到 就俄罗斯方面现在已经禁止 进口日本的所有的鱼类产品 俄罗斯应该是对这种放射性啊 核污染这个监测有它自己的指标 他们是不允许进口日本产品 但是你看东北亚其他国家 像台湾就在进口 日本的核食 这都出于政治原因 拿老百姓当什么 当实验品 谁知道吃完以后 你会不会得癌症啊 得癌症呢 可是我觉得对人民的生命安全 不负责任 所以可以看啊 很多政治行为背后 它是有逻辑的 今天我这个视频简单的啊 给你捋了一下 你可以看到啊 美国绝对希望东北亚地区啊 因为这一核污染的废水一排放 东北亚地区又转向对美国有利的 各国家之间互洽 不能团结 美国就可以在里边啊 合纵连横 拉一个打一个 中美这个博弈还在继续啊 那后面有消息 我再继续跟大家说 我再继续